新闻 你看了吗 你看了一个多少钱 别忘了瞧不起 给我考虑 从你妈 我妈妈一年生的全都 都给你妈妈吃了这么多 带了每些学生的家长 都高分 就出声 出这些学生 给你摆笑 这个事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具体的怎么样 这小时还是最迷老师 被学校评委 是什么时候评的最美 就是以前嘛 学校那种评 我觉得都水分特大了 教学能手什么那种 是吧 他是一个数学老师 他后来说解释说 自己觉得就是 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意思是说 其实你们这些 家庭表现不好的人 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实现这种阶级阅层这种 要不然你可能 比你父母还要差的时候 也许他出发点是好的吧 但他的做法实在是 我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你想 一个老师他值得是什么 教书育人 你说的太对了 教书育人 那么教书是一方面 他是教学能手 他教书就教得太好 教科书 被他读完来说 但是育人这个很重要 你学生去学校 不是说我只是 给他灌输知识的 是吧 你要是他人格的养成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就一味的 就是因为这个 写生可能不太听话 那么你就用这么 伤自尊的一种方式 这么势力的 就这么一种方式 打击他也能够出事 我觉得 那你说你现在回想 你受教育了 那些阶段 你有遇到过这样的老师吗 我们有遇到过 二十多年前我读中学 我感觉 从小学到中学 这一路一来 老师对我都特好 而且我看见的老师 都不是这种视力的老师 我觉得那个时候 老师是否普遍都是这样 首先他们 不收什么礼 可能我没看见 但是我感觉是不收什么礼 其次 他们不会因为 你家庭表现 对你有什么区别对待 对吧 只要是你 我觉得你说的 好像有道理 因为我也记得 当时就好像老师 对学生的评判标准 就是说你 他会更在意你成绩 对 一是成绩 二是你这个 你不准事 听话 懂事 成绩好 这是那个年代 老师对 就喜欢一个孩子 对一个标准 就是这样 至于你家里有多少钱 你爸是不是当官的 其实我觉得 那个时候老师 并没有特别骗他 你像我也不是这么大官 家里也没什么钱 但是老师也不会把我说是 就弄到后面做位去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就他家的孩子 应该是小学 二三年级的样子 就是可能成绩 没有特好 就是他们 为了给孩子 调好一点的座位 他花了差不多 三千块钱 这个不可想象 回到我的中学时代 花钱 小作为就是 真的是天方夜谈 对我而言 那时候就是 你要学就不好 家长都是 这个话说 就是这个孩子 老师你就很愿地 打他 很愿地踢他 就是这种 是吧 可能现在家长觉得 老师是没那么多劲 可是的 要特别关注 你的孩子的话 你要给他特别的诚意 其实中学 你想读中学了 他真的还是个孩子 这是很敏感的时期 就对他其实造成的一个伤害 其实会影响他以后很长时间 我小学的时候 四年级的时候 就班里有个同学 他是学习是真的不好 在班上 有非常不老实的一个男生 有一次我们那儿 需要有一个检查 就是很高级别的检查 当时呢就是 劝大家说 你们一定要真的 在这段时间呢 要遵纪手法呀 好好的呀 但是那个孩子嘛 他就真太特别顽皮 他就没有 我忘了 应该是一件小事 那天老师就训他了 当然大家的面 就是说他了 但我觉得我印象中 是没有什么 就打他踢他 这种暴力的行为的 但第二天 就是他爸就来了 他爸来了之后 就到班级办公室里去 就是我们的教室里去 就是也挺不客气的 就跟老师说 我们不上了 这时候我们不读了 那才四年级 他就把孩子领走了 没有办法 想他家的吃 特在于老师的评价 我觉得我喜欢老师 我不知道别的小孩 是不是 我觉得老师的一句评价 对我印象特别是 他说你的学习挺好的 你继续努力什么的 那我肯定真的是 比爸妈说话管用 绝对比爸妈说话管用 真的是 因为我爸妈从小 就从来没关心过我学习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注意过我学习 所以就是都是一些 比较好的老师 我才学习还凑合 因为老师是要对学生 产生特别积极正面的影响 你不能说这个学生 他不好 你就觉得学生的责任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老师 这句话 我觉得是真理 要不然那你就不要老师了 都让孩子自己发展 那听说有命得了 这孩子不好就不好了 垃圾了 这孩子好呢 咱们就培养了 老师越不好的学生 你才能体现 你老师的能力了 那职业的能力 对吧 所以今天就是享受这个 你身边回忆回忆咱们比较好的 80后的能力挺老实的 嗯 所以今天就是想问问大家 你们山中学的时候 老师是什么样的 欢迎 留言 来电来哈